媒體大陣仗一直排開 再加上府院黨大頭 統統致電關心 只為了文化部長 鄭立軍出席資深藝人參會 被鄭惠中打得一巴掌 看的人好心疼 昨天這個臉上 一整天都麻麻的 所以我真的也感同身受 這樣的暴力的經驗 打人的鄭惠中 隔天一大早也前往文化部 想要道歉 卻鋪了空 我做了這樣的動作 真的是非常不對 是否接受道歉與否 我覺得我希望不要聚焦在我個人 我希望透過這個事件 大家共同來學習 珍惜民主 尊重他人 我是真心來致歉的 但是我這個致歉 並不代表 部長做的事情是對的 請他不要猜 中正紀念堂 我想不能簡化為 所謂移除銅像 也不能簡化為 去講一個人 那不是要去除 領導人的 所謂任何領導人的歷史機 那最重要的 整體正義是要 還原人權受害的歷史 中正紀念堂的轉型 不能簡化為去講話 而政會中的這句sorry 只對掌裹行為對於去講話 雙方就連定義都有嚴重分歧 是否提告 政治局沒有名獎 目前也無人提告 但為了這一巴掌 北檢已經大動作 以妨礙公務罪 24小時內二度約談 並對政會中限制主居 政會中打人肯定不對 但文化部長站出來 喊著捍衛民主 又讓子彈繼續飛 而被轉型的痛 藍綠也繼續撕裂 接送個報道